说近日一名男子从法国巴黎的杜伊勒里花园偷走了一只山羊 然后竟然抱着这只山羊试图坐地铁逃跑 地铁乘务员发现山羊之后试图把山羊拉到地铁之外 但是遭到了该男子的强烈抵抗 最后在警方的帮助之下该男子被逮捕山羊也被送回 这样一出闹剧将来也许可以拍成电影 就叫做我与山羊逃跑的一天